日本有個節目說牛油果子茶可以保持健康 還可以兩個星期減8公斤 以及減9公斤 聽到都覺得很瘋狂 既然日本妹都說得 就等我都幫大家實測一下 我是Sandy的 喝之前先來面對現實吧 哇,47.5公斤 希望喝完真的聽到了 跟蹤日本人的吃法 要先集齊七粒龍珠 不是,是七粒牛油果,加上片檸檬 究竟怎樣做才能令牛油果核 釋出最多水溶性線食纖維呢 好,材料很簡單的DAS 首先要有一粒牛油果核 另外要一把很膩的刀 牛油果核不是那麼容易切開 而且它還很滑手 真的要用力 很難切,很硬 太硬了 成功了 這個方法不錯 只要刺到一點點進去 這樣就很容易了 原來 不過刀其實也比較膩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點 一粒牛油果核 是要用一千毫升的水來煮 等水滾之後 就將一片片切好的牛油果核放進去 大約煮三十分鐘左右 看到水的顏色 變成這隻這麼夢幻的淺花紅色 就完成了 如果想再美味一點 試試加檸檬汁來喝吧 搞定了 讓我先嘗嘗 為甚麼有股膠味 我想起了 我覺得它喝下去 有點像平時喝的牛榜茶的味道 不過我覺得它更加水 加了檸檬之後 也會有酸酸的味道 雖然這杯飲料不算難喝 但要我喝了兩星期 真的很寡 日本網就建議每天要喝一公升 不過我就貪方便 早上吃早餐的時候順便喝 平時看雜誌又喝一下 沒東西做又喝一下 總之就當水一樣喝 喝了七天怎麼也有利用吧 好,一星期了 讓我再磅 很緊張 很輕鬆 輕鬆過一磅,有沒有搞錯 你也沒有戒口 昨天還見你吃薯片 甚麼?哪有 不過輕鬆了一磅也算合適 究竟為何這個片坊會合適 其實牛油果全身都是泡 對於減肥來說 其實針對中央肥本 還有一些代謝比較慢的 還有一些氣質型的肥本 用牛油果水都是合適的 墨西哥其實就是牛油果的原產地 墨西哥人都很懂得吃牛油果 他們會用來醫痛風 其實正正都是配合排毒 或者是一些清食漬 排尿酸等功效 本身牛油果都是維他命K 比較豐富的食物 如果本身有心臟病 或者其他循環系統的毛病 他需要食用傳統博血丸的人士的話 其實他們都需要注意攝取量 皮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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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